對啊 其實我 白色的給你 沒有 沒有 你坐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下一季 沒有 下一季 下一季 一坐一坐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下一季 對 他說花錢 我也是有花過嘛 花什麼 小孩要餵他吃飯嘛 對不對 所以需要一個椅子 我老婆呢 就聽一些三姑六婆講 就去買了一個 日本原裝進口的餐搖椅 多厲害 你知道嗎 那個椅子 我吃要插電的 但是他吃進去 然後咬到素素來這樣 那不用買我來搖就可以 好不好 插電還可以放音樂 然後他搖還有那個分speed 一速到五速 兩萬多塊 會花兩萬塊買個椅子 你去百貨公司 還可以看到這一個 那個小朋友坐那個椅子的背後 全部都是斷面的 可是因為你知道 你剛買走了也會是斷面 真的 有衣服嗎 上面還有那個 好了 對 不是聊得太早 太早 以後也可以用搖的 用搖 那時候已經不需要搖 因為已經沒有感覺 對 好不好 然後還會流汗 因為第一次死掉 好不好 對 不要再聊得死 對 到底那不要人家講 對 好了 台灣人家講 他的問題就是說 因為他那個是斷面 不是布料的 所以小孩子餵會肉 會掉 會吐 對不對 一吐完了整張要拔下來 每天用那個吹風機 烘焙機 一直在弄那個椅套 真的是很麻煩 有一天就去那個六月家做客 然後看到他的 他在給他小孩餵飯 然後就是一張塑膠椅 然後四個腳這樣子 然後他小孩就坐在那裡 四個腳 四個腳 椅子 四個腳 四個腳嗎 不然 到底今天特別的那邊是誰打 對 對 就兩隻腳 然後 漏了 吐了 沒有關係 因為他那個就是一個塑膠椅 你拿個抹布 還拿個衛生紙一擦 就沒事了 然後我說 你這個真的很棒 你在哪裡買的 他就說在一擦雅買的 對不對 然後他說 我說這個多少錢 他說四百五 組裝也方便 椅子就是椅子 然後四個腳 倒上去就可以用了 然後我用完 因為這個小朋友 後來長大真的做不下了 然後我送給我們保姆阿姨 他的孫子繼續再用 而且一點都沒有壞 你的保姆阿姨為你盡心盡盡 你送了他一個四百塊的爛椅子 你不能這樣講嗎 這個椅子送給他 平常我有服侍他 我也幫他戳藻什麼的 我都有在弄 你幫他戳藻藻 我請潘老師來幫他戳藻 你跟他講話好不好 不要動嗎 不要動 馬國賢 我之前比如說我買張書桌好了 因為那時候我裝的房子 我大概花了快五百萬裝潢 那我想說你花那麼多錢 在買應該是要買一個 有質感的書桌 因為那時候我去挑 人家跟我說 檜木的書桌不錯 所以他就挑了一張給我 那時候好像買五萬多塊 然後擺到我家來 後來 是不是很不搭 一來不搭 還不如買個電動麻將說 真的 一來不搭 二來是我後來發現 我學校畢業之後 我再也沒有做過書桌 所以那個書桌擺在那邊兩年 我幾乎是只做過一次 聞到它那個一點點香氣 那後來我去我朋友家玩 我看到一個跟我類似的 因為我買五萬多 我就說 你買這個買多少錢 你會稍比一下嗎 他說這個喔 這個大概一千多兩千多去游 我說怎麼可能 天啊 這個五萬多 這張不是B&Q有 自己主桌 自己主桌 你是投給他負責嗎 這個五萬多 怎麼會買這個 你才是不要花錢 我兒子也是 他媽媽 就是他媽媽 聽一些三姑六婆講 說小孩要有一個書桌 那些三姑六婆到底是誰 就是 那些嘛 就說 他就說小孩要有定性 要給他一個書桌 不然長大以後會變麻將桌 所以要買書桌 然後那書桌也是 就是那個腳可以倒起來 就是說你可能從一歲 一直可以碰到五歲 什麼八歲 類似這一種 連書桌帶兩個椅子兩萬塊 怎麼又是兩萬塊 真的 然後呢 然後呢 後來我去移叉雅看 一個書桌帶四個椅子 一千六 對啊 真的 而且小朋友小小的 真的不用用到那麼好 對啊 你可以打個電話給他好嗎 好 剛剛那個桌子要五萬 我覺得是不是他買貴 對 如果那是真的雞農機的話 我覺得便宜 對 還有就是因為我們不管買任何一個東西 如果你用得到 用很久 那就是划算 比如說那五萬塊雞農機 真的雞農機的桌子的話 非常適合我 因為我每天都要在書桌上面看財報 我一定會研究出投資趨勢 我一定會賺大錢 甚至上五百萬還 可是國賢又不用看財報 對啊 對 就不適合他 不需要他嘛 對不對 對 然後就是教大家一個 分享一個觀念 這個觀念叫做 意思就是說 到我們今天買這個東西的時候 不管它的價格是便宜 或者是貴 我們要去思考一下 它可以用幾年 這樣攤提下來 每一個月 每一年的花費是不是值得 我舉一個實際的例子 譬如說像我那時候 剛剛畢業每幾年的時候 也都很節儉 然後買一雙皮鞋 我覺得便宜就好 我可能花390買一雙皮鞋 可是因為料子不是很好 那可能穿一個月就壞掉 還扭到腳 就不划算對不對 一個月花到390 那後來收入比較好之後 我可能會買一個比較好的 英國的牌子的皮鞋 它原價可能是一萬多 但我們可能就是會等打折的時候去買 那五折的時候買 五千塊 看起來好像滿貴的對不對 可是我後來算了一下 我真的穿了十年 十年都沒壞 最多就是它的鞋底磨壞 可是鞋底還可以換 花800塊可以換 所以我算了一下 這樣等於一個月花不到40塊 對 一邊是40塊一邊是390 大家就可以去算一下哪一個 比較划算 超值得的 對 一個就是一次把錢付出去 一個就是分期付款 在看什麼東西 我覺得實用的東西 如果真的是好用的話 你可以慢慢地 花多一點錢是OK的 對 但有一些不實用的東西 你花多錢 根本就像花五萬塊買一個豆 對啊 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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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位是怎麼樣 就是完全是保守派的 還是讓國賢哥先講 對 怎麼樣 就是完全是保守派的 還是讓國賢哥先講 因為我好來罵他 對 沒有我是覺得說 我對於這個生活上面 是比較節省的人 就是在吃方面 因為像你看我 我就是幾乎是17塊 我就可以吃兩餐 為什麼17塊可以吃兩餐 17塊吃兩餐 因為像我去 除了媽媽去買的話 比如說像那種大 大什麼叉 什麼發的那種 一張去買的話 大什麼叉 大什麼發 都講出來 他們下午之後 他們下午之後有些特價品 是 就是比如說早上沒有賣完 下午沒有賣完 他快打羊的時候 對 然後趁那個時候去買 然後通常他那一包菜 我大概都可以煮兩餐來吃 你只吃那兩個菜 不是 是他冰箱打開 有他從喜酒帶回來的食物 合理了 對 你喜歡的話 你可以分開吃 你想說吃久膩了 把它弄在一起 煮成一鍋 也可以吃 也可以 你不要笑 你再換個西裝 那個氣氛又不一樣 對 你不要笑 除一次療法 對 穿西裝 自己還用拉泡 砰 最後吃完自己送喜糖這樣 對 你不要說那個 那個菜還有人要跟你搶 你知道嗎 因為有一次就是不知道誰結婚 然後我去吃那個喜酒 因為你知道藝人桌 通常藝人大家都可能會有通告 幹嘛 會跟你搶 我跟你講厲害了 都不是他們兩個 因為那一次就是 我們那一桌十個人 大概只坐了四個人 然後後來因為大家有些通告 其他三個是 郭彥君 然後還有小鐘哥 對 我都沒跟他們做 這厲害 跟他們做都吃不到菜 對 我吃到第四道的時候 因為其實都沒有什麼人吃 所以菜就是很多 所以夫婦就過來說 不好意思那你等一下要打包嗎 我說想說都沒有人吃 你不打包浪費 我回家這樣子 這麼多菜我大概可以吃 至少兩個禮拜吧 所以我想說那就包起來好了 身體會壞掉 還好還好還好 因為然後後來我就請他包 一直包到最後一道水果 包完之後我後來算一算 我媽我旁邊那個椅子上面 全部都是我打包的 我算一算 我包了十五袋 含水果跟菜 包了十五袋 結果那時候 準備要結束要送課了 我想說要走了 我就提了那十五袋 我就準備要走了 就旁邊有人說 媽我先等一下 你一個人拿那麼多 會不會太多 你是不是能分我一些 對 結果後來我就拿五袋給他 但是跟我搶那個人 我覺得他只是 是圈內還蠻有名的健身教練 這個是健身教練 教有養的 包給保姆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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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他是要包給保姆吃 台語界又一個 台語界誰 張秀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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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秀卿喔 對 夭壽會喔 打包 對啊 你不能吃 等一下我要打包回去 他就不好意思吃 對啊 我覺得打包很丟臉的一件事 不會啦 現在不會 不會啦 其實打包是個美德 對啊 不要把食物浪費掉 但是去人家婚宴 打包十五包 最後走出去還要跟新人拍照 就有點不一樣 不會 我跟你講 你先去拍照 拍完照之後再回來拿你們打包 對 再拿上車就好了 OK 對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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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